財資大道 林極營 何文堅 繼續回到財資大道 大家都知道樓宇政策都很關注 立法會三讀通過降低強迫的申請門檻調例草案 另外在西九方面亦有些變化 我們昨天也說過 就主兩個話題請這位嘉賓和我們談談 建築七糧都市規劃及原景界的立法會議員 謝偉傳 Hello Tony 你好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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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先談談立法會通過降低強迫門檻的修例 大家估計市場影響會如何 會否加快一些重建的步伐 我想有這方面的幫助 但最主要就是看市況 以及收購通常都需要很長的時間 不過唯一一件事我覺得一個制度的改變 關於可以連同鄰近 就是可以連同鄰近的物業一起收購來計算 這方面我想就是帶來好處 大家都知道大家一起重建地價和物業的價值都會提升 在設計和重建運用的空間都是比較巨彈性的 這些等等我反而覺得就更重要 就是門檻的問題 門檻是有一個影響 但是始終都是看大家對未來的市道如何 但是實際上容許大家一起重建 這方面的得益 無論你的市況如何 其實都是給你單棟樓去重建的價值是提升的 但是價值提升而已 你要用公帑去支援事件局才能夠搞成 事件局現在財赤去發債 市區重建在強迫降低門檻之後 是不是解決了部分所謂業權分散 都已經幾代人 業權的業主都找不到 移民死了 遺產又分了 做很多零零星星的人 沒有去處理 現在去到七十年樓齡 百分之六十五就可以強迫 那這個能否平衡到私有產權和社會的需要呢 其實樓宇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保養得好 它那個使用年期就可以長期 可以很長的 但是失收 就變成了 你其實分分鐘 不要說六十年 五十年都有很多樓 給人感覺會不會倒閉 其實住在裡面的人 未必是一個最佳的選擇 正如你說 如果有些業主其實找不到 或者其實都不是在那裡住的 那其實都是那些租客 是面對這個問題 那你說 會不會這個平衡呢 很多時候就看那個社會的情況 因為現在我們舊樓的數字的增長呢 真是很快的 過去你看十年來說 是基本上等於它三分之一的 就是通過事件局和私人 那大家要面對呢 將來呢 尤其是重建那些經濟價值那些 那些所謂 如果是重建增加 那個面積那些 我想都很多做了 現在面對那些呢 都是在這裡說呢 就是在經濟方面呢 考慮呢 經濟效益未必那麼大 是的 那就更加難了 那你更加難的時候 那你如果政府 每次都要教事件局去做 它怎麼做得到呢 那當然現在呢 政府對事件局呢 只是容許它 那些融資的額數呢 就是提升的 就是不是要住資 那但是我覺得 地產的時候 如果你是多熟 是不是 當然是有一個週期的 永遠沒有理由 永遠升也都不會 永遠降的 下調的 那所以其實如果看一個 資金樓方面呢 安排一些借貸呢 我覺得這方面呢 其實都是一個 合理的選擇來的 我覺得 另外呢 對於呢 那就是強迫高門檻的 那個條例草案 通過了之後呢 其實大家擔心 會不會對於小業主方面 不公平呢 這方面怎麼保障 小業主的權益呢 所以這次來說呢 就是政府 都是聽取了意見 是怎麼去協助 那些小業主 那你本身 政府的發展局 也都是 市區重建局 在這方面幫忙了 成立一個獨立的 一個公司 是提供這方面的協助 包括呢 就是 就算你沒有收購之前呢 你都可以去 諮詢他們 看看了解是怎樣 當然如果你說 有眉目收購那些呢 更加可以請他們幫忙啊 甚至呢 就在這裏 我其實曾扭自己多少錢啊等等呢 他們可以排這些戰的 至於你要上訴的時候 或者在這方面 是不滿意的時候呢 那進行法律程序方面呢 在這方面他們也幫了收 那這個呢 就照顧了小業主那方面的 就是 很多時候呢 大家都說 不是很清楚啊 那在這裏呢 就是未必 啊 就是跟那些發展商收購來講呢 在那個認知度啊 或者在能力方面呢 都是有差距的 在這方面呢 政府呢 就是在這裏呢 做多了很多事情 那這個就是一個 亦是一個平衡 是希望 就是做到 主業主的權益 是 就是業主的權益 是 剛才我們說 很多的舊樓的業主的業權分散了 不是不想找他 找不到 如果 可能十多個單位而已 有四五個是這樣的 就搞不定了 現在收了例子 就是這些 所謂卡住了的 這些重建項目 可以重新啟動 但是今個星期的焦點 你一個話題 跟Tony問一下 就是西九管理局 西九管理局 也是財困 各個機構都財困 但是 政府就出了一招 就給他 賣住宅 其實過程 沒有需要立法會撥款 也沒有需要在立法會討論 他就說出售了 可以讓西九管理局 出售西九第二區的住宅項目 去解決財困這個問題 怎麼看現在的情況之下 這個方法 作為立法會議員 會不會覺得 好像避免了立法會的討論 如果將來其他 北大都會 其他地方 又是批地式 給某些機構 那是不是很好的例子 其實這樣 大家要面對現實 西九 他說明年中 他就沒有錢了 你面對西九未來是怎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負起了很大的責任 在文化、藝術方面的推動 所以 如果你說去立法會要求 我自己估計 撥款 我相信 又未必那麼容易可以通過 因為之前 大家討論 大家會記得 以前的一些方案 可能是 涉及了 私人發展商 公私營方面 一起做的 那裡 那個效益 大家就會記得 當年 可能 如果找他們做 可能分分鐘收取一個地價 就不用注資之外 那這個 就給人有一個印象 是不是他們做得不好呢 那如果你看回過去 他們的班底 我覺得 都是很重視 就是那些文化藝術 那些經驗很好的 但是對於那個 經濟方面 現金流 還有是怎樣令到 它可以持續方面 可能相對經驗會少些 因為為什麼 你是用物業去支付 去在這方面 協助推廣那個文化 藝術 你很多 你現在博物館 那個故宮來說 已經是世界第一了 它可以有六成幾 但是 那些是四成幾 就是那個 收入和支出 其實在這裏已經做得很好 因為你永遠 這些 推動這些 文化藝術 這些 一定是 那個回報 不是那個現金的回報 是對整個社會那方面的效益 還有一定有成本 你要它可持續發展 一定要有成本 成本效益 沒錯 那你是靠那個物業 其實本身 想著物業的收入 可以在這方面補貼 那現在發覺那個物業補貼那裏 那個時間表是不對的 那個資金流有問題 所以一個方法就是 不要公帑了 你就准理 因為原本就是建築 那個營運和交回 那這個 那這個 就沒有辦法 你現在的現金流 就准許它出售 這個住宅方面 但是現在的時間是否不是一個 未必是一個理想的時間 很多時候聽人說 現在的市場不好 我們都是事後很明白的 因為為什麼 你怎知道市場再下去 是升了再跌呢 或者再跌呢 那你就說 喂 如果正在升的時候 你就說 你買了 之後再升 你是不是買那裏 就是蝕底了 永遠都很難的 就是最重要 你計個條數 還有 你那個 最主要你的中指是什麼 你希望推動 有現金能令到他們繼續營運 那當然 現在我相信他們 對那個 就是 所謂 finance 那個資金方面 其實現在來說 我覺得 它的組合 就是 那個管理層 在這方面 要加強一點 令到 剛才說的 持續性的 你可以 你不可以說 就是 見一步走一步 那 所以現在說 都是未來十年 至少 是 這個可能 要看回 時貸發展 還有樓價 周期都是有上有上 今天 給了一些土地 都是這個制度 到時 立法會 就多些監察 好 今天就跟Tony 談到這裡 謝謝你 我會不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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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